生死部不为人知的天机 注重养生可以延长寿命吗? 英律判官,无情揭秘 英律无情,人间有情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先前我有做一个有关于生死部的影片 让茉莉芬芳有更多的警示 影片的网址我放在这个影片下方的说明栏内 大家可以参考 但是对于生死部 还是有许多人有许多的疑惑 今天我们来听听英律无情中判官对生死部的说明 由主角阿宇来提问 而明天我预定做一个和生死部有关的影片 主题是 这一世你带了什么东西来投胎 解析生死部中关于这一生的筹码 由台湾生死部传人吴晴岳老师说明 敬请您立临观看聆听 以下是取材自《英律无情》一书中 判官和阿宇关于有关生死部的对话 判官,今天想请问几个问题 传说有洋人可查地府生死部 是真的吗? 生死部是否真实存在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听说洋人算命可算到生死部上记载的事情 吃多少穿多少 是出生前已经注定吗? 如果出生寿源多少已经定了 那么比如 注意身体健康 生活起居正常 饮食有节度 多做运动等等 这些因素会让原定的寿数增加吗? 还是根本不能改变既定的呢? 命运是否可以改变呢? 求延寿是否可以达成呢? 寿数增减有没有数量限制呢? 谢谢判官回答 判官说 在洋间 确实有人可来地府查生死部 能来到地府查生死部的洋人 当然并非普通凡人 必定有其特别姻缘 没有寿终的洋人 是无法来到地府的 来到地府的主要有两种人 一种是随业力而来 即是生前泛有地狱之种种而业 随业受报而来 不能自主的 总观来说 都是泛有生业、口业、异业 此三类的 生业包括泛有 伤身偷盗邪淫三大类 口业包括泛有 妄语其语二口两舌四大类 异业包括泛有 贪、春、吃三大类 还有众生生前所做不好 也不坏的 好坏参半 寿终便投身于轨道平民区 第二种是 随佛力、愿力、福德力而来的 此类洋人必定是身具人间特别使命的修行人 此类修行人 延迟清净戒律 随缘到处救度苦难 另有情众生 离苦得乐 他们为了救度众生而到处弘扬正法 此类修行人 若为了救度众生时 是可以来到地府 查生死簿的 但如此 事件极其罕见 生死簿在地府属于判官管理 平时都在判官手中拿着 生死簿上 记载着每个人的福报 属亲属众 即是吃多少、穿多少、田宅、家财 父母、兄弟、姐妹、六亲、疾病灾难结束 还有受缘多少 都有详尽记载 例如 某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 将受众在某某地方 这些都是在投生人间前 就写在生死簿上了 而且不能随便更改 如果要更改 必须具有每个众生 身边的巨生神提供的资料 再经过民府最高延均的批准 方可更改 洋人算命是可以算到生死簿上记载的事情 算命先生 只需要有人的准确生成八字 就可以算出人一生中的吉凶祸福 但只能算出却无法改变 洋间到处自称 可以改变命运、财运、婚姻、事业等等的算命师 而这些大部分都是居心恋财的商业手法之一 有许多人 就因为算命先生 可以准确地说出 被算者、过去事件或家眷数目等等 就心生震撼 以为遇到了高人了 除了某些算命先生 真的精通数数可以算出外 其实很多情况是算命先生有灵体复生 灵体有他心通等通力 能知道被算者的心念、想法及一些过去事件 可是洋人根本无法判别 还庆幸自己遇到了高人 于是就唯命适从于算命先生了 之后就开始一连串的感运 提升人际关系 提升事业运、姻缘运、健康运、百风水症等等 一系列的所谓命运整体提升项目 殊不知 钱花了大笔 时间也浪费不少 但其实既定的命运是丝毫没有改变过 灾难一样来 还是会生病 最终还要死 要改变命运 不是去找算命先生帮自己改 真的要改写命运 靠的是自己 多行善功、自求多福 那就不需要去算命了 有福自有贵人助 自得健康、家庭、事业、姻缘等等如意 他人充其量 只能从旁起到提醒的作用 行善还得自己切实执行 念之、在之、朝夕无间 那既定的命运就可以改变 个人生死部就可以从头改写了 阿玉你要知道 就算有些人终身都注重调养身体健康 生活起居也正常 饮食有节 睡眠充足 多做运动等等 这些因素都不会令原定的瘦数有所增加 是根本不能改变既定的 当然 平时调养的好 自然会少受一些生病的疲肉之苦 其实 绝大部分的众生都无法大幅度将命运改裂 终其一生都平平无奇的不向死亡 随夜再度流转去相应的道路 当然 任何众生行善 就算一件看来非常小而为不足道的好事情 只要真正发心利益他人 可能将来所得善报也十分巨大 从而将自己命运改转了 有两种人是可以影响既定命运的轨迹 就是大二及大善之人 大二之人死后直线下降 直通地狱受保 另一种大善之人 孝感动天 广积应得 旧苦旧难 福报无量无边的增长 也可冲破原有既定的命运 而逐步向上提升 此后投身在天界享受福乐 至于你问到求颜兽 是可以达成的 但兽数增加是有限制的 要如理如法地求 所谓如理如法 即是 假如自己身体不好 需要补充食品来滋补我们的色身时 绝对不能伤害动物的生命 来滋补我们的色身 上天有好生之德 如果以此伤害众生生命 来调养自身的生命 此乃因律严禁杜绝 不但无法严兽 还欠下一笔命债 将来招感二果 求严兽者需谨记 首先一定要速食 如果伤他命 又如何能长寿呢 他命被害 对方心中必定愤愤不平 必定刺激报复 因此速食为延寿之基石 再者需发大慈悲心 救度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发大菩提心 广度一切众生 终生行持速食即放生 若真做到 生死簿上的寿缘一定增加 至于家的数目 要看发心的大小 及功德的多少来决定 在我手上的生死簿当中 就有一部分人 是不求而自得加寿的 有的是普通众生 并非发大心救度友情 他只是凭一念真心 帮助他人之心 路见不平或危机关头 心生怜悯而救度苦难众生一命 此类众生都将获得 居生神的定期汇报 而成功得以延寿 但他们自身 往往都不知道 寿数已经被增加了 此类延寿个案 一般是六年至十二年 如果有些因得 累积特别厚的众生 他可能一生受用不完 那么将会分配到累生 得长寿报来享用 人间寿命是有定数的 应律的赏罚 不会破坏自然定律 阿玉再请问判官 佛陀在经典中教导 大众少食少睡 甚至不睡眠去修行 这个会影响健康寿命吗 判官说 佛是宇宙中 具大智慧的修行者 我们修行的道路 是佛曾经一步一步地 走过来 佛是过来人 自然知道如何教导 大众去行走此修行路 佛如此地教导 大众修行 是不会影响健康寿命的 只有犯 身口异三业者 又或是后天不爱惜身体 胡乱暴饮暴食 生活日夜颠倒 情绪失控等等原因 才会影响到寿命 少食少睡 对身体是很好的调养 我们人其实是可以 不食不眠的 人若能做到 每一念的呼吸 跟大自然相呼应 达到天人合一 自然健康长寿 也就可以不食不眠 回归抖胎前的光明中了 但普通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佛教导大众 循序渐进 先少食 少食自然就少睡 进而再不睡眠 静静修行 刚才都说过 一个人吃多少 是抖胎前已经注定 现在少食 即是将今生原来的福报 累积起来 长辞少食少眠 甚至不睡眠的 静静修行 必可日积月累 得到更大福报 更大善果 又何来影响寿命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